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一会 沙略今日新增147宗关病确诊病例 而全沙只有18个县有确诊病例 同时通报3宗累计死亡病例 死者年龄介于58岁至86岁 在新确诊病例中 古静占46宗 林梦20宗 梅里19宗 老岳14宗 而明东鲁及诗乌各占13宗 其余12个县的确诊病例则属于各位数 在147宗确诊病例中 有46宗来自无症状组别 99宗为轻微症状组别 而两宗病例则属于第三及第四组别 杀越新大亚党及杀人民志愿党达到一项决议 如果在来届的州选举中高昼凯歌 有机会执政 两党推举新大亚党主席波比威廉为杀越首长人选 新大亚党秘书朱利恩查曼 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 该党的愿景是在来届州选举击败杀盟及土包党 并推举波比威廉出任新首长 这项建议也获得明治党总裁徐丽娜的高度认同 相信华裔及马来裔也会支持 朱利恩查曼说 许多乡区人民还不晓得该党已经重申 同时也会在来届州选出战乡区的38个达亚州议席 及一些混合州议席 然而该党最终的席位及候选人还未真正做出定夺 另外徐丽娜表示杀阅新首长人选必须是一名值得杀阅各族 信赖积极为人民服务及关心名墨的全民首长 该党认同波比威廉是未来新首长的最佳人选 尤如楼区国会议员孙伟轩和柔佛地步老区国会议员中邵云 以及多位未曝光的国州议员所共同筹主的新政党马来西亚民主党 将于近期公布领导层阵容及举办推展礼 以确定出任该党树立主席的孙伟轩今日透露 该党正筹备在数周后举办建党推展礼 地点和日期将在决定后公布 该党是从沙月走向全国的全国性多元种族政党 因此推展礼未必在沙月举行 孙伟轩表示 该党也不会参加来临的沙州选举 马来西亚民主党的前身是工人党 国人党最早在沙巴之后到12月 一名后面向全国 换个焦点 梅里都九的三吨重桥 今年4月1号被32吨托格罗里撞毁 导致张氏一家七口与外界联通的唯一桥梁被断开 但事发至今已超过7个月 却迟迟盼不到市政局展开维修 居民怒斥要求交代 投资者张光辉表示 事发后市政局工程部及市议员 接到场了解并承诺会尽快抢修 但苦等至今已236天 仍然毫无进展 他告知市政局的补救方案 就是搭建一个临时小木桥 供他们一家进出 但简陋且缺乏安全的木桥 曾让他八岁子女因不胜滑倒 直接坠河 庆幸当时河床水位没有高涨 也没有急流 否则恐性命堪忧 张光辉以贩卖自家种植的甘蔗为生 他质问 每隔两天就要扛500公斤至800公斤 不等的甘蔗给顾客 但迷你瞧 如何能承担数百公斤的甘蔗重量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哈喽 你好 我是Dino学长 今天带你60秒快速了解精英大学 好 University 全名为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Philosophy 自1986年建校至今 以卓越的教学与实资 已经发展成马来西亚高等学服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秉持者 让学生透过教育 协助人们踏上成功之道 并开创成功人生的校园 这里是一所具有高质量 和领导文化的大学 并着重于良好的学术标准 持续改进 以及学生和职员的人才培育 成为一个能提高职业发展 建立终身价值观 和成就个人的学习体验平台 这里特色是一所城市校园 可以从国共交通直达校园 目前校园拥有两所校区 一个在白沙罗岭 另外一个在书邦 两所校园都各具特色 提供学生完善的学习环境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精英大学 赶快点击以下的链接 我是Dino学长 我们一起成长 是Dino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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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